接著我們要講電力公司怎麼跟我們算錢 電力公司是用你消耗的能量跟你算錢 用多少能量要多少錢 他的計算的那個單位叫做度 度 水費也是度 水費的度當然跟電費的度是不一樣的 那電費的度什麼意思 電費的度叫做千瓦小時 一千瓦用一個小時 千瓦是功率 能量處理時間 小時是時間所以乘完出來就是能量 所以千瓦小時他就是能量 一千瓦的功率持續用一個鐘頭 所消耗或產生的能量就收回度 那麼你可以算出來 我現在算給你看相當於這麼多焦耳 三點六乘以十的六十瓦焦耳 不太需要被幾乎沒有人問過這件事情 幾乎沒有人問過這件事情 你就只要知道 度是一個能量的單位 算電能的 一千瓦小時 一千瓦小時 那用這個東西我們前面看過 瓦時計 通常就在你們家公寓的一樓 然後電容器操所謂操電表 然後這個月操多少 下個月操多少 就知道你們這個月 用了多少的電 那考試的時候 通常都不會畫這種 因為畫這種很難看出來 他用了多少 通常都是 考試就是畫一個數字型的 電表 上個月操表是一萬 這個月操表是一萬兩 一萬零兩百 那表示你這個用了 200度電 這樣子 你就要用了多少度電 那限制這個瓦時計 在那邊跑來跑去 來計算你所使用的能量 因此我們前面跟你講過了 標示標出來 你要能夠知道 他用了多少的電 有老師做活動 讓你請你回家 看人家的電器 知道他 會用掉多少的電 都要多少的電 110伏特200瓦 200瓦是幾千瓦 0.2千瓦 0.2千瓦 所以0.2千瓦用一個鐘頭是幾度電 0.2度電 所以他就是用0.2度電 那假如有一個60瓦的燈泡 用5個鐘頭 60瓦是幾千瓦 0.06千瓦 他用一個鐘頭就是0.06度電 那用5個鐘頭呢 就乘以5 就是說 0.3度電 那表示 2度電可以用800瓦用整個鐘頭 800瓦是0.8千瓦 1度是1000瓦 1度是1000瓦用一個鐘頭 那我現在是 0.8千瓦 所以就是除一除 1除以0.8 可以用 兩個半小時 所以1度電可以用800瓦用 2個半小時 這就是你要會的 一件事就是 我把電器標示給你看 你看他一眼 你就可以曉得 他一個小時用掉多少度電 多少度電 OK 那這就是我們的 電費的計費標準 你也不用費 你也不用費 你只要知道兩件事就好了 第一件事情 他有分下月跟非下月 下月就是從6月到9月 他電費會比較高 因為夏天到了大家用電比較兇 所以電費比較高 經濟學上的 以價 質量 第二件就知道發現 度數不一樣 度數不一樣 電費也不一樣 用電越高的電費就會越高 用電越兇 電費就會越高 我們這次 最近啊 我們政府放消息說 電費可能要漲價 然後 院長就出來喊話說 你不要擔心 一般的家庭影響很小 用電 三百三十度以下的都不會調 所以高用電量的才會被影響到 普通的都不會影響 你不要安心 不要太擔心 所以 電就是 度數不一樣也不一樣 那當然還有一件事啦 這個叫做非一夜用電 而要一夜用電 公司 這行號工廠的電費又不一樣 不過 你就也不用太去管他 然後不用太管他 那我們考試的時候 我們也不會寫那麼複雜 我們就會假設 一度電三塊錢 一度電五塊錢 那你就算就好了 這就是 我們的狀況 OK 請問你啊 八百瓦的電鍋 每天用兩個鐘頭 一個月算三十天 那他總共用了多少電 會算嗎 八百瓦是幾千瓦 0.8千瓦 他用一個鐘頭幾度電 0.8度電 那兩個鐘頭呢 就乘以二 1.6度嘛 一天 1.6度三十天呢 再乘以 30嘛 所以他會用到 48度電 要用到48度電 這就是 我們的簡單小練習 看到標示 就能夠知道 他的耗電量 是我們要學會的事情 更前面要知道的就是 什麼叫做度 1000瓦小時 1000瓦用一個鐘頭 叫做用電一度 可以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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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